这两天把这个婴儿背带找出来了 这个是当时头小都有用的 是这种带腰凳的 这种带腰凳呢 宝宝三个月以后做的会比较好 因为它脊椎还没有发育好嘛 但是这两天这个小布袋实在太闹腾了 所以我们就会短时间让它坐一下背它一下 然后今天它又挺闹的 然后我也有点头疼 就说背它出来又流弯 你为什么在家不肯睡觉 你看风景吧 然后顺便带大家看看英国人家的花园吧 这家的玫瑰还挺好看的 不过这家院子其实挺破的 就门口一个玫瑰 有人是黑猫 这家这个花园还不错 那边它还装了一个那个收集雨水的 这个是收集雨水的桶吧 应该是 这家已经把野草割成了一个比较规整的形状 感觉是特意重的 但应该都是野草野花 我觉得其实野花真的也还蛮漂亮的 这些小雏菊 应该是野的吧 这个外面这一片都是康宿馆的地 但是康宿来的很不平凡 就大概一年可能夏天也就来个一到两次吧 来割这个草 然后有些人家就看不习惯 前面这么野草丛生的 就会自己把它割了 我觉得这一片好像就是这家人割的 这家的草坪还行 我听说好像北美那边 对自己家门前的草坪要求很高 就是要割得很漂亮 不那种野草什么的 但是好像英国这边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我们这地区是这样 好像没有什么人在意这个野草 野草野花的 好像大家觉得挺好的 甚至还有一个倡议叫no mome 就是五月份大家都不要割草 然后让这个蜜蜂啊蝴蝶有更多的食物 这边是公共的路 所以我在想这个花是谁种的 是康宿种的还是他们家自己种的 还挺漂亮的这样点缀篱笔 这样的话这些植物其实也在帮礼拜挡风 不然的话前段时间那个风暴 这是他们家第一块礼拜 没有挡风的植物就被摧毁了 这个花开的真好 对面人家的礼拜上也有一些花 所以这个是不是康宿种的 这家前院有四个毛茸茸的松树 修的圆布隆栋的 中间还有一个路的 也是有这种种了一些 但是看上去乱乱的 其实我们家更乱 也是有人家是完全不在意前院的 破破烂烂 这个小猪已经睡着了 然后开始往回走了 我发现这种在墙缝里种种花种草的 这种也不错 就是它弄成双排的墙 然后在缝里弄点土 然后种一点花 我看到好多人家都是这样的 这个我估计是改成了 风雨吧 挺好多辆车 这要是一个大房子真爽 这家的花拱门好漂亮啊 这家人钱弄得像八卦镇一样 这家的钱也我好喜欢 就很简单 但是有点颜色点缀 感觉也挺好打理的 这边种了一排感觉很有心 就是它每个间隔都一样 种了一排紫色的小花 我给它稍微换了个姿势 对啊 小屁股坐在这儿 这样睡得舒服多了 对oodoo 假装